猎王记下第一章 亚哈死后摩押被判以色列 亚哈谢在撒玛利亚 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 就病了 于是猜浅使者说 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部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示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 对他们说 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部 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以利亚就去了 使者回来见王 王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使者回答说 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 对我们说 你们回去见猜你们来的王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猜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部 你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王问他们说 引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 是怎样的人 回答说 他身穿毛衣 腰束皮带 王说 这必是提示笔人以利亚 于是 王差遣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 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 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二次猜浅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 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 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三次猜浅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 这五十夫长上去 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 哀求他说 神人啊 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 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 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 现在 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死者对以利亚说 你同责他下去 不要怕他 以利亚就起来 同责他下去见王 对王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猜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部 起因以色列中 没有神可以求问吗 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亚哈谢果然死了 正如耶和华 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因他没有儿子 他兄弟 约然接续他作王 正在犹大王 约沙法的儿子 约然第二年 亚哈谢 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以色列 诸王记上 列王记下第二章 耶和华要用旋风 今天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 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 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二人到了耶利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遣我往耶和华猜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椅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沉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 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 施为两片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 就说 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 他们就来迎接他 在他面前抚服于地 对他说 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 耶和华的灵 将他提起来 投在抹山抹谷 以利沙说 你们不必打发人去 他们再三吹出他 他难以推迟 就说 你们打发人去吗 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 寻找了三天 也没有找着 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 他对他们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 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 这城的地势美好 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 土产不熟而落 以利沙说 你们拿一个新瓶来 装盐给我 他们就拿来给他 他出到水源 将盐倒在水中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治好了这水 从此 必不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 于是 那水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里去 正上去的时候 有些童子 从城里出来 细笑他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 就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 于是 有两个母熊 从林中出来 撕裂他们中间 四十二个童子 以利沙从伯特里上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 回到撒玛利亚 列王记下第三章 犹大王约撒法十八年 亚哈的儿子 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但不自向他父母所行的 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住相 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阿罪 总不离开 磨牙王米撒木养许多羊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 和十万公民羊的毛 给以色列王进贡 亚哈时候 磨牙王背叛以色列王 那时 约兰王出撒玛利亚 鼠点以色列众人 前行的时候 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撒法 说 磨牙王背叛我 你肯同我去攻打磨牙吗 他说 我肯上去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名 与你的名一样 我的马 与你的马一样 约兰说 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 回答说 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于是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 并以东王 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 军队和所带的深处 没有水喝 以色列王说 哀哉 耶和华召据我们这三王 奶药 浇在摩亚人的手里 约撒法说 这里不是有 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 拖他求问 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 回答说 这里有撒法的儿子 以利沙 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 约撒法说 他必有 耶和华的话 于是 以色列王和约撒法 便以东王都下去见他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我与你何干 去问你父亲的先知 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以色列王对他说 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召据我们这三王 乃要交在摩亚人的手里 以利沙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君 耶和华起誓 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撒法的情面 必不理你 不顾你 现在 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 弹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 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他便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 因为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 不见雨 这谷必满了水 使你们和深处有水喝 在耶和华眼中 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意 坦伐各种加速 塞住一切水源 用石头 糟蹋一切美田 赤日早晨 约在献祭的时候 有水从以东而来 遍地就满了水 摩亚众人 听见这三王上来 要与他们征战 凡能顶盔冠甲的 无论老少 竟都聚集 站在边界上 赤日早晨 日光照在水上 摩亚人起来 看见对面水 红如血 就说 这是血啊 彼此三王互相击杀 俱都灭亡 摩亚人啊 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 摩亚人到了以色列营 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 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亚人 直杀入摩亚的境内 拆毁摩亚的诚意 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 塞住一切水源 坦伐各种加速 只剩下吉尔哈列社的石墙 甩石的兵再四围攻打那城 摩亚王剑正势盛大 难以对敌 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 要冲过阵去 到以东王那里 却是不能 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 在城上献为樊祭 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 于是三王离开摩亚王 各回本国去了 变王记下第四章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既为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债主来 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以丽莎问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家里有什么 他说 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 以丽莎说 你去 向你众灵色借空气敏 不要扫借 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儿子在里面 将油倒在所有的气敏里 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于是 婢女离开以丽莎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气敏拿来 他就到油 气敏都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气敏来 儿子说 再没有气敏了 油就止住了 婢女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 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一日 以丽莎走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户人 墙留他吃饭 此后 以丽莎 每从那里经过 就进去吃饭 户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 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 圣洁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他 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榻 桌子 椅子 灯台 他来到我们这里 就可以住在其间 一日 以丽莎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以丽莎 吩咐仆人 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他就把户人叫了来 户人正在以丽莎面前 以丽莎吩咐仆人说 你对他说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或元帅 有所求的没有 他回答说 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以丽莎对仆人说 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 吉哈西说 他没有儿子 他丈夫也老了 以丽莎说 再叫他来 于是叫了他来 他就站在门口 以丽莎说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他说 神人我主啊 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户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 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他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他父亲对仆人说 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晌午就死了 他母亲抱他上了楼 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他丈夫说 你叫一个仆人 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 就回来 丈夫说 今日不是月朔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他呢 户人说 平安无事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辞慢 户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地看见他 对仆人吉哈西说 看呢 苏联的户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他 问他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他说 平安 户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吉哈西前来要推开他 神人说 由他吧 因为他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户人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以利沙分户 吉哈西说 你束上腰 手拿我的帐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帐 放在孩子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 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以利沙起身 随着他去了 吉哈西先去 把帐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 告诉他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利沙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他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 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他下来 在屋里来往 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以利沙叫吉哈西说 你叫这苏联妇人来 于是叫了他来 以利沙说 将你儿子抱起来 妇人就进来 在以利沙脚前 俯伏余地 抱起他儿子 出去了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 他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 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倒出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人啊 锅中有致死的毒物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以利沙说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 从巴利沙利沙来 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 并心碎子 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神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 这一点 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 以利沙说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 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了 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